你要幹什麼呢 好 各位觀眾 持續在您關心颱風在基隆的最新情況 那目前呢 我們是來到正濱漁港這邊附近的一些海產店家 那我們可以看到 放眼望去 十家店左右 大概只有三家有營業 而到下午 現在目前的時間 大概是一點多左右呢 才出現一些零星的散客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這些有營業的店家 也跟我們表示 其實他們也只是 今天颱風天 因為生意受到很大的影響 選擇繼續選擇開門呢 其實也是想要多做一些生意 來不如想要補一下 我們現在訂一下這個 這個海產店員工怎麼說 大哥請教一下 就是今天的這個營業額 是不是因為颱風天 有受到不小的影響 有 有 今天越到晚上它風越大 然後它跟平常日還是有影響 然後差不多差了五成左右 差了五成左右 那跟平常比起來的話 平常也是 每次颱風天來的話 就是會是這個傾向嗎 不見得 有時候颱風天冷會很多 今年這一次的颱風 其實人沒有很多 對 好 謝謝 好 我們可以聽老闆說 越晚風雨會越大 沒錯 因為就在今天 大概八點左右呢 颱風圈 颱風這個外圍呢 就會正式的觸入了 而且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在基隆這個地方呢 其實已經開始出現一些 不小的風浪 那我們實際往岸邊一看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港口這個地方呢 海平面是有稍稍上升的情況 而且我們還觀察到 目前呢 既然有不少的民眾 還在這邊釣魚喔 其實是有點危險的 那我們也提醒民眾呢 因為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 會是颱風風雨的強勢期 那我們在這邊再次提醒民眾 就有關於山區海邊 盡量都還是不要前往 要注意自身安全 以上記得在基隆最新型 並將先鏡頭交換個